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咸丰为何年仅31岁就驾崩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帝制中 我们发现历代皇帝虽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但长寿的并不多 相较之下,清朝皇帝的寿命普遍较长 但令人安慰是清朝前中期的皇帝们 卢顺指,汤兮、乾隆、嘉庆皇帝都还算长寿 但为何咸丰皇帝31岁就驾崩了? 如果从遗传学上来讲 咸丰的应该是会很长寿的 咸丰帝是道光帝第四子 生母为孝泉城皇后纽护鹿氏 但与北京圆明园城敬斋 咸丰帝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位掌握实际统治权的皇帝 最后一位精有储位秘贱的皇帝 咸丰帝20岁登基 1861年驾崩于城的避暑山庄 烟波至爽殿 终年31岁 死后妙号文宗 葬于清东陵中的定令 咸丰帝即位后便勤于正式 广开沿路 明照求贤 先后将有损国家利益的穆章安和齐阴革职 大手笔的对朝政改革 但此时的大清内忧外患不断 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运动 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帝任贤者才 洞关四应 在面对太平天国运动 与三千年未有之政局的内忧外患中 咸丰指挥若定 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 组织团练来对付太平天国 咸丰帝颇思除必求之 齐把形势果断的速顺 并支持速顺等人 再朝政上推行的改革 为后来的铜光中兴打下良好基础 如果咸丰能够更长寿 清朝的走向或许不会那么惨 正如前文所述 咸丰之前清朝皇帝寿命都很长 为何最后咸丰却只活了31岁呢 后来是学家发现 咸丰之所以短命与他三个坏毛病有关 现代人也常犯 第一 嗜酒如命 咸丰皇帝喜欢喝酒 但酒量和酒品都不太好 一喝就醉 一醉就发脾气骂人 甚至还会责罚身边的宫女和太监 即便是他非常宠爱的妃嫔 在咸丰皇帝喝醉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的妃嫔暴力相向 而咸丰皇帝在酒醒之后 常会后悔自己的行为 给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一些赏赐 但是下一次喝酒的时候又会固态复盟 重复着之前的行为 二 贪图美色 在清朝的历代皇帝中 喜爱美色的皇帝并不算多 清朝的许多皇帝还是非常历经图治的 咸丰皇帝之所以沉溺美色 是因为他的政务上屡遭挫败 所以他只能通过沉溺美色来麻痹自我 据史料记载 咸丰皇帝治兵败于不顾 邪妃嫔游行远中 既情于声色既了以自愈 又自我麻醉 三 吸食鸦片 嘉庆年间鸦片走私成了一种风气 当时许多的王公贵族开始吸食鸦片 咸丰即位不久 违背祖训 吸食鸦片 并美其名冤亦瘦如意高 而且咸丰在热和期间 常常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 麻醉自己 咸丰皇帝之所以应年早逝 有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差 这乃是先天不足 按理说来 如果先天不足 后天好好调养 倒也可以加以弥补 但咸丰皇帝偏偏还有这三个坏习惯 最终加速了他的死亡 咸丰皇帝的经历 对于现代人而言也具有警示作用 毕竟大多数男人都有喝酒抽烟这样的习惯 其实这都是在损害自己的寿命 所以男性朋友们 尽量戒除抽烟 喝酒的坏习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己对家庭都是功德无良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